62岁老戏骨妻子原来是他!年过八百气质仍向30岁。 张晨光,1956年10月3日生于台湾省高雄市岗山区,他的出道经历十分顺畅也很幸运。 23岁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《天涯赤子情》,与著名演员珍秀珍、狼熊、黄仲坤同台演出。 时隔两年开始走红,与寇世勋一起主演《易潜眉》。 之后与多位大腕导演有过合作,其中有赵宝刚、有小刚、赖水清、林天一等。 早期作品如《情意无价》、《易简眉》、《太阳雨》、《梦断江南》。 近代传奇大剧《那年花开月》正元中饰演吴魏文。 张晨光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因与前妻性格不合而分手。前妻也是知名女艺人。 真秀珍、陈美凤等演员到盛陶沙拍电视剧《小姐与流氓》,在一家酒店吃饭时遇到了现在的太太。 妻子《小姐与流氓》。 妻子谢美惠小她两岁,俩人婚后育有两子。 张晨光目前片酬超过40万人民币,约排币200万,一级,在大陆已跻身大万级。 。 陈光的表演内敛而全稳,有着成熟版高富帅的气质。 。 她是至今仍然活跃在电视剧一线的当红老演员。 表演炉火纯青,简直教科书级别的,孙力很佩服孙静的演员。